诗篇133篇 第三节 有被坑门的金路降在石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阿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在这里既然我们讲讲教会生活的趣事 也可以尽心给你理解一件事 或者你未经历过做教会的管理阶层 你会不明白 那为什么当骄傲的人挑战这些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会出事 不是查清楚就可以吗 其实不是的 因为原来我所讲的 人是其实很简单的 但是加了情绪之后 那样东西才复杂 有时候复杂到那人都不懂得自处 或者不知道自己想寻找什么真相 到最后他会被自己的骄傲勾住被歌走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些人他觉得他要挑战教会的观点 处理法 于是他们会诸多在这些事件当中 批评论断 有一些甚至就如我所讲 就是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一些领袖跌倒都会拖住一两个 这些喜欢听批评论断或者闲话的人跌倒 但也会拖住一两个根本和这件事没什么关系的 骄傲的人去垂下的 那我举一些例子 就是很多时候这些处理个案当中 所出现的问题和罪 我希望当我分享了之后 很多你们能够去 以这些问题成为尴尬 因为我说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出现的问题 都不是出现一次或者十次那么少的了 比如一个简单例子 一些人他会在人事当中 他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走 于是乎 你开始以为他批评 有时尺尺 问教会 甚至有些直成就是 好像侏灵 偵探 那便回教会 但问题就开始出事了 因为 即刻发觉原来这个人 竟然到那个阶段催无求疵 就是他要教会无误 他才同心的 要教会完全无误 他才和你和睦同居的 如果不是他决定和你翻面的 可能你意想不到 但是原来有些人 当他自己拿起这个 所谓属灵审判官的位份的时候 很多时候那个猪仔就出来了 于是乎会搞到 有时发觉 教会要和他们在一些字眼 用哪个字 管教那个人的时候 当时的环境 气氛 字眼 每一样东西 要执着了 但最大问题就是 这个人本身根本没有装备过这方面的见识 和真理 于是乎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容易见不到自己眼中的梁目 但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 比如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其中一个最常有的个案 都会发现这样的现象 其中就是我们去处理这些事件排第一首要的 就是让弟兄姊妹的信仰仍然是定征在永恒 定征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而不是这些人事问题 因为教会人事问题 大大小小 可以说每个礼拜都一定有 极之大 可以说每个月都有 但连环发生的就是 好像现在 最近才开始出现 那真的少有东的少有 但这些都是撒旦用来让我们去定征在人事 因为我们定征在哪里的话 我们的力量就会怎么样 就会从那样东西而来 当然你定征在神就是一件好事的 但如果你定征在初五的灵 比如举个例你定征在受高者的灵 那你当然会有受高者的结果 但受伤者的灵呢 如果你有受伤者的观点呢 那就很大件事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正我所讲的就是 为什么这些人很多时候 开始出事就是说 他根本不是习惯了处理这些事 而他又要拿起这个属灵警察的身份 就是比如举个例 有时候很多时候他们执着就 为什么这件事这个说话 这个表达这个处理法 你不会伤害了一个灵魂 就算你受高者 你都没有资格去伤害一个小弟兄的 伴到一个小弟兄的 不行的 但是问题是 在这些人很多时候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那种大刀阔斧 周围和人议论 并且公然去 他未肯定这件事就当教会错 那种狂傲的态度 其实在那几两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时段 在他所谓要查这一件人事的时候 每天都随时叛到几个 因为有些小羊不明白这些事 有些当事人突然间会发觉 为什么会有个人走来追查 这个是不是教会授权的 见不见呢 就是他看到人家眼中的刺 他说可能教会这样做 会叛到这个人的 但是其实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不是教会跟手 他叛到几十个人的 但是说回他 他说没有事的 这些有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真相 但是你想想 几恐怖 这个人原来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但求真相 所谓为一个人生冤 但是几十个人下肌肉 是没有所谓的 因为他很轻易揉摇输自己 因为他会说 我又不是教会 我怎么认识那么多 但是你会看到 竟然有这样的人 他对人要求就严格言 一粒字都要争论 但是自己叛到几十个人 就全部可以大家忘记 那么你能够想象 一间教会就算几千人 有十几个这样的人 一间教会都可以还原 诗篇133篇第三节 有比黑盟的金路 降在石安山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原来的 downsides 我 在这一点 半个人 就对 春仲 banking 很多人 祈求天主这口 与我靠等 我仍不举双手 献上之针 求上等 听听答案 擦愿我心 祝我献敬白与主 永远靠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